12月22日,华少终于发文回应鱼子酱事件,并向孔雪儿道歉,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节目中,孔雪儿作为唯一的女性成员,在品尝鱼子酱的时候不知如何吃,就问有没有颤降 其他几位男性嘉宾向日调侃,要不要给你搞一碗泡饭 随即解说员教孔雪儿小口品尝,孔雪儿用一块面包夹着鱼子酱大口吃下去了 一旁的熊子奇对起名华少等人哈哈大笑,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事情经过发酵之后,节目中的男嘉宾被朝不尊重女性 21日晚上,熊子奇率先发声,声称视频是恶意剪辑的 不过并未道歉,22日,对起名发文真诚道歉,紧接着华少发文回应称 两年前的事情在被讨论,感到很抱歉,对孔雪儿以及所有嘉宾致见 后面华少长篇大论,并且重点讲述了自己如何推荐孔雪儿的 以及弄志这个节目的初衷,说一些有的没的,华少被吐槽,明明嘲笑人家 不应该好好道歉吗?净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矮标仿自己,华少的澄清还不如不发 对此,你怎么看呢?